目前来说关于星际争霸中机枪兵设计的不合理之处,都是围绕着它不符合人体工学来讨论,其中都把矛头直指动力战甲肩部的设计。 我们来看一下CG中,穿着动力战甲的泰凯斯是什么样的。 战一看是不是没什么问题,感觉还挺霸气的,但是有玩家描绘出一个战甲中人体位置的草图,就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了。 M这个肩部的宽度,似乎有点太大了,而头又过小。 这让我想到了过去经典的动画足球小将中,那种十二头身的设计。 泰凯斯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哈哈哈哈。 除了泰凯斯外,吉姆雷诺也有比利失调的问题。 在没穿动力战甲的吉姆,看起来挺正常的。 当然了,也有资深大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,他们觉得动力战甲的设计并没有任何问题, 一切觉得违和都是视觉上的错觉吧。 因此,他们特地制造出了一比一比例的COS装备,实力打脸那些猜测。